小雪,呆睡觉了,妈妈给你讲故事。 小五,妹妹的衣服脏了,快去给她洗干净。 好的,妈妈。 小雪,这是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。 哇,妈妈,我的书包也坏了。 坏了就不能用了吗? 缝缝补补能用好久呢,快去把地擦了,就知道花钱。 小五,快把妹妹的生日蛋糕拿过来。 小雪,今天你过生日咱们去吃大餐。 太好了,妈妈,我要去吃龙虾还要吃大螃蟹。 好,好,乖女儿想吃什么都可以。 小五,你在家好好看家,厨房里有剩菜,自己热着吃, 另外去后山上摘点新鲜水果,回来给妹妹做水果捞。 小雪,咱们出发。 妈妈,你忘了吗? 我和妹妹是同一天生日啊,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小五,你怎么在这哭啊? 冰精灵,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突然只爱妹妹了。 好像她只有妹妹一个女儿,一点都不关心我了。 不对啊,比比东原来对你们都很关心啊, 怎么会突然变了呢? 我用魔法镜看看。 咦,妈妈身后怎么会有红色的影子? 这是鬼新娘,原来是她在影响比比东,所以比比东才会只关心小雪,不关心你。 这可怎么办啊? 别急,咱们现在就去找你妈妈。 鬼新娘,你太厉害了,我妈妈现在真的只爱我一个人了。 小雪,记得你的承诺,我帮你让比比东只爱你一个人,你要每天给我十块暗黑能量石。 放心吧,鬼新娘,这是今天的能量石。 很好,合作愉快。 小五,你跑哪去了?让你给妹妹做的水果捞呢?你是不是又偷懒了? 看来比比东完全被鬼新娘影响了,看我把她引出来。 冰精灵,你干什么?竟然要破坏我的好事。 鬼新娘,快滚回你的暗黑世界,不许你伤害别人的感情。 哦,我只是加强了小雪和比比东的感情,顺便积攒点能量,你少多管闲事。 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,我要把你赶回暗黑世界。 我还会回来呢。 哎呀,我头好晕。 妈妈,你没事吧? 小五,你跑哪去了? 对不起,小五,妈妈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对你。 太好了,妈妈你终于清醒了。 小五,是小雪请的鬼新娘来控制你妈妈。 什么?竟然是小雪做的。 小五,我回来了,我的水果捞呢,快给我拿来,我渴了。 小雪,你姐姐是你的仆人吗?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姐姐说话? 啊? 啊,妈妈,你,你怎么恢复了? 小雪,你居然请鬼新娘来影响妈妈,看我怎么惩罚你。 妈妈,不要啊,还不是因为姐姐学习好又懂事,你总夸奖姐姐,所以我才想让你多爱我一点。 对不起,姐姐,我错了,以后我多向你学习,你别让妈妈惩罚我了。 做错了就要接受惩罚,你让姐姐照顾你,那从现在开始你就照顾姐姐,给姐姐做饭洗衣服。 什么时候小伙伴们说你改正了错误,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惩罚? 不好,要下雨了,大家快打伞。 我们打伞。 哎呀,还好有小五姐姐,我们才没有淋到雨。 都不许打伞,给我淋雨。 啊? 啊,小花仙为什么呀? 那是因为你们之中有人鱼王国的公主,人鱼公主只要接触到水,腿就会变成人鱼尾巴,我要带她回人鱼王国。 这么神奇,那我淋雨? 嘿嘿,我有人鱼尾巴,我是人鱼公主,小花仙,你快带我走吧。 不行,万一我也是人鱼公主怎么办?我不打伞,我去淋雨。 哼哼,我真的是人鱼公主。 气,别得意,说不定我也是人鱼公主,我淋雨。 啊,我是男孩子,怎么可能是人鱼公主呀? 我怎么淋雨后也有人鱼尾巴? 不对,人鱼公主只有一个,你们之中有人假扮人鱼公主。 我们没有假扮。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鱼公主呢? 呃,有了,人鱼公主的眼泪可以变成珍珠,只要我们谁能哭出珍珠,谁就是真的人鱼公主。 真的吗,那我先哭。 怎么没有珍珠呀? 蓉蓉,你是假冒的,给我消失。 那我也哭一哭。 小红俊,你不用哭了。 啊,为什么呀? 因为你是男生,人鱼公主是女生,你肯定不是人鱼公主。 千任雪,说的对,小红俊也是假扮的,给我消失。 小花仙,其实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,我哭。 嘿嘿嘿,你看,是珍珠。 千任雪,原来你才是人鱼公主呀。 其实我不是真的人鱼公主,我是假的,我的尾巴和珍珠也是用魔法变出来的,我要去人鱼王国当公主。 太棒了,我可以带人鱼公主千任雪回海底王国了。 哪来的蜜蜂,我好害怕呀。 小五的眼泪怎么也可以变成珍珠。 什么,难道我才是人鱼公主? 不对不对,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,小五的珍珠眼泪肯定是用魔法变的。 我,我没有,我从小到大,每次哭的时候,眼泪都会变成珍珠。 啊,那到底谁才是真的人鱼公主呀? 呃,小花仙,别浪费时间了,我肯定是真的,快带我回海底王国吧。 不对,千任雪原来你才是假扮的人鱼公主。 什么,我没有。 哼,千任雪快跟我去坏孩子管理局。 这下不会错了,带王冠的小五才是真的人鱼公主。 笨蛋小花仙,其实我也不是真的人鱼公主,我是比比东。 真正的人鱼公主小五,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 小花仙,我才是真的人鱼公主呀,带王冠的小五是比比东假扮的。 小五你就不要再喊了,我马上就要成为真正的人鱼公主了。 请说出圆形的食物。 西瓜。 甜甜甜。 汉堡。 钟表。 消除失败。 我们出的都是圆形,没有其他形状,凭什么失败? 五六七,你都不好好听了吗? 这一轮出的是圆形食物,你的钟表又不能吃。 啊,对不起,我只记得圆形了。 没关系,下一轮认真听,我们一定能消除成功。 三角形的东西。 三角形,我还出西瓜。 哎呀,小五姐姐你错了,西瓜是圆形。 没错,我出的不是圆形西瓜,是切开的三角形西瓜。 哇塞,小五真聪明,我出粽子。 嘿嘿,我出一个你们绝对没见过的,警告标志牌。 哎呀,三角形还有什么呀,我不想输,伙伴们快帮帮我吧。 看到了,我出三角尺。 小楚成功,奖地棒棒糖。 喵喵喵,更好吃。 这轮出长方形文具。 我出,等等,我排最后一个,根本想不起来,这次我先。 我出文具盒,我出橡皮,我出鲜笔,我出课本。 消除失败,先小雪出错。 什么,我错哪了? 鲜笔是圆柱形,不是长方形。 可是从正面看它就是长方形呀,我没出错啊。 嗯,这,好吧,就算你们消除成功,奖地辣条。 哇塞,我最喜欢的辣条,好几天没吃了,我吃。 辣条没收,五六七你嘴里溃疡还没好呢,不能吃辣条,十三妹妹先替你吃了。 哎呀,我的辣条,小五姐姐你们分我点呀。 喵喵喵,我们吃完了。 哎呀,你们怎么这样呀? 五六七他们也是为了你好,你吃这个。 哇塞,吃棉花糖,谢谢小赛罗。 喵喵喵,真甜。 最后一轮新型的东西。 啊,新型的都有什么呀? 这个比较难哦,有伙伴们能打出来吗? 我想到一个,爱心满堂。 哇塞,好厉害,还有谁知道? 我不知道,我也不知道。 哈哈,我也有一个,什么呀? 吃伙伴们的东西。 吃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